距离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还有11天 昨天进口博览会企业展展馆开始正式搭建 国家馆部分展馆主体结构也已经搭建完毕 为了确保此次展会的高品质 进口博览局专门制定了绿色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标准 涵盖绿色设计绿色选材绿色安装施工等14项具体的标准 这里是位于8.2号馆的食品以及农产品展区 也是首届进口博览会上面积最大的展区 有超过1000家企业参展 因此最早开始了搭建工作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企业商业展 已于昨天23号提前进场了 今天开始布展 26号将是全面开始进入布展期 标准展位将在30号布展完成 做装展位将在10月31日完成布展 除了食品和农产品展区之外 首届进口博览会企业展区 还有消费电子及家电展区 智能及高端装备展区等7个展区 也陆续开始了搭建工作 据了解 企业展区的总面积超过27万平方米 有来自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2800多家企业参展 其中世界500强和龙头企业超过200家 此外备受瞩目的进口博览会 国家馆搭建工作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 有些国家馆的展台主体结构已经搭建完毕 已经呈现出了最终的形态 还有一些国家馆已经进入到了内装修阶段 要求比较高 防火这块都要达到运行要求 全部材质都得比一级以上的材质 记者在现场看到 澳大利亚馆的绿植墙也已经搭建完成 印度尼西亚馆和南非馆的家具已经到位 据悉 英国 法国 德国的部分展品已经运到国家馆 只待场馆搭建完成最后呈现